早上有介紹那個就是共享入坪 就是我們要解決台灣入坑不坪的問題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分享一下我們今天的進度 然後就是早上有講到說其實之前有一個專案 講得跟我們有點想像 然後所以我們就有去研究一下他到底在幹嘛 然後發現其實他跟我們的需求有點小小的不一樣 就是他用的是政府已經就是開放的資料 然後他把它秀出來看哪邊有秀入 然後哪邊好像不是那麼平整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們希望的是就是可以透過使用者去記錄 發現更多不平整的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去跟政府講 如果你入坑的不好我們可以幫你 跟你講哪邊還需要再重途或是之類的改善這樣 對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就是我們今天就是 就是確定哪邊不好 哪邊跟之前的不一樣之後我們就繼續往下做 對 然後我們就確定了 我們要做一個APP然後做一個網頁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確定了我們有哪些功能這樣 對 就希望未來哪天可以實現這樣子 對 然後 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就是想講一下就是 就是其實我未來這個地方是 之前聽到某一場演講就覺得 好想來一下 所以我們就昨天就從台南上來 然後就去 所以我覺得可以來 而且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 讓大家覺得好開心的地方 雖然就覺得自己也不會什麼東西 但是就覺得很機切 然後之後可能有機會 希望可以來再度參加這樣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剛問他 他是成大大師的學生 他們是兩點的時候坐車上 好 謝謝 好 謝謝 你在哪見 好 話 我快點 好 謝謝 好 agrade 好 謝謝